八十三 九十八 秋雨 你可以怀疑一切 但你不能怀疑我的真心哪 你 你这个疯女士 二哥 你要对我的王妃做什么 她要轻薄我 无耻之徒 七弟 你不是进宫了吗 我若非去而复违 恐怕我的王妃就要被你欺负 受欺负 二哥 本王没有邀请你到我的府上 你作何而来 我知道 你跟秋雨是老相识 不过她既然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王妃 二哥 还是尽量保持距离的好 好 你为什么打她 她不仅该打 而且还该死 你和李沫是青梅竹马 感情甚多 想不到你竟如此恨她 从前是我识人不轻 但如今 在我面前无可遁形 所以你早就知道 那丫鬟小菊是慕容馨儿的人 没错 只是我不知道 她那日会在门外偷听 险些扰乱我的计划 那你为什么还留着她 当然是为了钓大鱼啊 还有 不过我得谢过王爷回门之日的配合 那日看见 你看慕容馨儿和刘云的眼神 恨不得当场把他们杀了 我是来复仇的 若是我软弱可欺 只会落得惨死的下证 王爷 我这样 你可会觉得我心狠手辣 本王只相信因果报应 那天去过慕容家 本王的确颇有感触 我与慕容家的关系 一时难以说清 明日圣上请我进宫表演 明日圣上请我进宫表演 也请王爷好好看看 否则单凭我一张嘴 想必王爷也不会相信 我是您的朋友 而非敌人 好 那本王就拭目以待 还无事 林墨哥哥 你脖子怎么了 是不是慕容秋雨干的 没事 林墨哥哥 她 好像真的是疯了 看来秋雨是真疯了 但她这颗棋棋不是废了 不说那些了 馨儿 你今日的打扮十分艳丽啊 这是我父亲特意命运给我织的一色锦 今日我特地穿上来接你的 林摩哥哥 好看吗 方才只顾看你 没看清楚衣服 怕是这身打扮 不便为父皇表演助兴吧 若没有姐姐父亲 馨儿又谈何助兴呢 这朦胧秋雨怎么还不来呀 过去在皇上面前 次次都是太强风道 今日我要让他当众出仇 看他还怎么得意 皇上见到 参见父皇 参见皇上 好 免礼 朕许久未见西楚第一才女的舞姿 甚是想念啊 所以今日特地召你们前来 昔儿记得 上一次在皇上面前跳舞 还是姐姐边唱曲边抚琴 姐姐的歌声听一次变难忘 这可惜 可惜什么 心儿不敢说 怕惹皇上不快 你这么一说 倒是勾起了朕的好奇心啊 上次姐姐回门 我看姐姐身体状况不佳 我关心姐姐 所以时刻观察着姐姐 这才得知 姐姐得了大病 现在还在抱养 皇上 心儿所言句句属实 我也是关心姐姐 所以才情不自禁 妹妹如此关心我 我真是十分感动 参见皇上 参见父皇 免礼 你没事啊 姐姐没事就好 瞧我 真是太新奇了 秋雨前些日子 身体确实有药 不过经过太医的移植 目前已经无语 不知道妹妹 是从谁的嘴里 听说我的事 害得妹妹白白担心了 回头我一定好好收拾她 以前见秋雨的时候 总是多着窥奖 今日再见 没想到 是如此地温婉大方 看来你们夫妻二人 是举案齐眉 相处得十分和睦啊 皇上 您不是想看馨儿跳舞吗 馨儿 我为你弹奏一曲 可好 甚好甚好 快开始吧 好 怎么突然变调了 怎么突然变调了 怎么又变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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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没事吧 行儿 你要多向你姐姐学习了 你虽然是个女子 但是也不能太弱不禁风了吧 秋雨 果然不出朕所料 进步颇大 皇上谬赞了 秋雨也就是随手一探 好 时间不走了 你们继续 朕还要去议事 是 恭送皇上 好 秋雨 你果真好了 林漠哥哥 你叫我什么 怎么了 林漠哥哥 你不喜欢我这样喊你啊 不 很喜欢 你以前 都换我二王爷了 慕容秋雨 你果然是装疯的是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你知道吗 我 娘亲 爹爹 有多关心你 妹妹 这是何意 可是 发生了什么 姐姐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 都是姐姐不好 生病那段时间 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听说 回门那日 还闹得不太愉快啊 我身上还有好多真恐 不知妹妹 可知是为何 林漠哥哥 你这脖子上的伤 是谁闹的 你不记得了 不记得 你这个意思 该不会是 不记得就罢了 当然不是你 不记得就罢了 好 这样晚中的日子 还要持续多久 好 自从上次的事件之后 本王确认了 你是有非敌 至少现在不是 我早就说过了 我只想与你相安无事 在上回你府前 本王见你近日 多次转动神关 特地找药师 研制了这罐药膏 应该可以治疗伤痛 税月谈谈 谈情多边 高楼无期惊散 轻无间 难分辨 与品长处奢险 冷屋檐 冷头心间 相思难解孤身的流年 最后温暖片被醉就喜忍 好了 放什么袋 没有 我以前从未想过 我们也能这样和谐地相处 既然我们不是敌人 那就没有树敌的必要 这个药膏你拿去用吧 那么王爷 关于回门和那日面圣之事 你是怎么看待的 一个惺惺作态的妹妹 和一个虚情假意的青梅竹梅 其实这样的事情 在皇宫里面 经常发生 而且大多都亲入手足 所以在这点上 我应该能与你感同身受 他们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 慕容新儿 虽然一直视我为眼中钉 但我顾念亲情 觉得我总有一天能够感化她 我甚至连宫宴那天 也没想为难她 是我天真了 她根本无药可救 让陈奈 这么看来 你的敌人很多 慕容新儿 李墨 哦对了 还有刘云 是吗 刘云